富国岛旅客被丢包的事件 现在观光署初步调查 受到影响大约10团的旅客 每一团不排除最高要开罚5万元 不过在此同时 越南尖江省旅游局的调查结果也出炉了 越南地阶旅行社其实在去年 就已经向年代旅游收了台币70万元的定金 但是后续双方价格谈不拢 越南地阶旅行社单方面宣布要暂停出团 但是他们在过年期间 还是有持续的接待旅客 甚至向旅客收取费用 当地旅游局认为 地阶旅行社并没有跟旅客签订合约的行为 已经违法 将对地阶旅行社来进一步的开罚 不过令人比较意外的是 现在尽管会表示 这一围被丢包的寿波及旅客 就算他们有保旅游相关的保险 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理赔 您就直接在上面写说 细雨年代旅游官方赖定购行程即可 才刚上班电话就响个不停 对 那这个部分也都可以请求 伤害赔偿 富国岛丢包事件还没完 平保协会涌入申诉电话 不只有受害旅客询问申诉方法 还有已下定年代旅游 其他行程的民众询问退款事宜 目前观光署掌握受影响约10团旅客 每团最高将开罚5万元 调查工作持续进行 最快下周有结果 面对可能遭罚 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持续身影 但越南尖江省旅游局调查结果已出炉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越南地接设Winner国际 去年9月与年代旅游签合约 今年1月收70万台币订金 但之后报价双方未达成协议 因此1月底通知要停止提供服务 但仍保留70万订金 当团客抵达富国岛 没接驳车没导游 Winner国际与年代旅游达成协议 租车订饭店 但年代旅游未一约订付款 才会向每名旅客要求720美元 越南尖江省旅游局认为 Winner国际单方面宣布终止合约 仍保留定金 并提供服务收取服务费 且未宜规定于旅行社旅客签订旅游合约 因此将开罚Winner国际 而对此Winner国际不服 将向尖江省旅游局提出宣诉 不过这回受影响旅客 可能无法获得保险公司理赔 海外旅游不变险 以及行程更改保险 未将团员在海外遭丢包 列入理赔范围 而旅游保证保险则是旅行社 发生财务困难才能理赔 不过年代旅行社否认有财务困难 旅客即使有保险 恐怕都无法理赔 未来如果说有发生 就是可能是歇业 或者是其他情况的话 要符合保险公司的 这个认定的条件才办法启动 平保协会目前正研议 设置预警机制 让旅客未来挑选旅行设施 能提前预防 在台北众号报道